最大的差别当然在于老师在备课有系统的话 有点像懒人包让你跟着里面的主题去学 对我来讲是清楚明确的 如果你不知道你觉得是错的 那你一直反复的练习 你只是把错误的事情发挥到淋漓尽致 如何存清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用双倍或甚至更多倍的时间 跟努力来把它修正 Hawel老师他是非常知名的翻译 我觉得他在课程可以步一步的带着我们 那他的学习经历也跟台湾班学生是相同的 那我觉得他就可以同意学生去设计 更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 有一次老师就要我们翻译一句话叫做说 我希望你们从今天的会议中学习很多东西 那我们就觉得很直观说 就是 Hopefully we will learn a lot from today's meeting 这没有什么难啊 国中英文 老师就说你们可以说 Hopefully we can benefit from today's meeting 老师用benefit 我想说我们输了 这就是专业程度的高下力判 我们的用字潜词不是只有翻的正确度 他的画面 他的温度能不能够到达原来讲这时候想表达的意境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 老师在自我教学除了教我们用数字为自己加分之外 老师也会在开头 会跟学生介绍说 该怎么让你的自我介绍更加加分 让你的面试观众也让你的自我介绍不是使版本的模仿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上完他的课以后呢 让我更有自信 也帮助我可以通过研究所的面试 现在也有在教大学生 我觉得我可以运用很多老师的方法来教我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帮助是蛮大的 我们公司是跨国企业 其实需要英文的翻译 那后来呢 我也就顺利的担任这个翻译工作 开始加入TedTalk的译者的行列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对我来讲最有说服力当然是老师的实务经验 我觉得老师的知识领域非常的广 他会带你走很多很新的用法 或是现在世界的语言怎么样去沟通 让你走到哪用到哪 或是那种很受框架限制 没有办法很滚动式的去活用在生活里面 传统的教学 所以我非常推荐 曾经大老师学过有自我介绍跟一些演讲的部分 我觉得蛮适合带到职场 因为你在跟客户或是其他的公司做对口的时候 因为一定会需要自我介绍 要跟你的客户去做报告 我是觉得这两个方面不管各行各业 我觉得蛮充用的 我绝对会推荐浩浩老师成为大家 在学习对象的第一优先考量 老师他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教材 他性首年来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一个经验 能够把这些丰富的教材 系统化的分析整理出来 这是非常厉害的 比如说要完成口译的基本入门 必须掌握哪些基本的元素 我觉得把难的事情讲成简单易懂 其实才是最厉害的人 在精进的自己的过程中能够向最厉害的人来学习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 所以我会推荐浩浩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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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